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期 李鸿章知道打仗最不能缺少的就是武器和船舰 清朝需要尽快的补充船舰 但是在那个时候 欧洲各国对于中日战争保持中立的态度 所以都禁止了武器出口 在李鸿章无奈的时候 有个外国人给他打来了电话 说可以卖给他军舰 就是智力 智力的军舰在各方面都非常好 至少比起清朝现有的军舰 可以说高诸一个档次 所以当李鸿章拿到了智力的军舰样式 了解了质量之后 立刻上报了朝廷 并且建议全部购买 并且朝廷决定 如果智力开价过高 就舍弃一些款式老航速迟缓 使用时间长的一些军舰 并且同时 北洋水师竟然制定了一个偷袭日军的战略 具体的是让新买的这些军舰组成一个偷袭舰队 并且给其一个不受注意 不会引起怀疑的称号 从菲律宾北上直接攻击日本 北洋水师一个顾问 在自己的个人记录中记下了这件事 说购买的智力军舰是非常的快速方便的 清军打算从地方后面偷袭之 然后不幸的事随之发生了 就在请政府决定大批量的购买智力军舰的时候 智力方面决定不对清军出售军舰了 同时北洋水师在压绿江与日本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争 后备需求没有给足 前方战事警及清政府说 无论多少钱都给 希望智力方面可以通融 但是无论怎么样劝说 智力方面都不松口 这件事被李鸿章调查之后知道了真相 原来是日军从中作梗 日本政府不仅阻挠了请政府的购买计划 并且还把智力的军舰买走了 从战争爆发到智力政府毁约的时间才不到一个月 说明日本已经决心铲除北洋水师 一分钟也不想等了 更加的不允许北洋水师这个强大的对手 壮大到他无法控制的地步 实际上就算北洋水师没有这些军舰 也差点让日军消化不良 从这里看出来我们之所以失败 外部因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当时的外交清政府搞得一点也不好 竟然没有一个国家是愿意向着清朝的 但是我们失败的原因还是请政府的腐败无能 无法与日本相抗衡 清政府完全把国家安全交付给别人的帮助 这样的国家怎能不失败呢